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一拳超人世界啦 那這幾天的影片的話 應該就比較沒辦法錄這麼多了喔 因為今天是1月9號了 1月9號的話 基本上他就一定要關掉這次的測試了 不過 以我自己目前的認知啊 我覺得看這邊護照的話 他應該還會再有個三次的封測階段吧 因為他這邊的話還有這個 這邊後面三次 然後感覺就是要讓我們能夠拿到這邊閃光的東西 那這一次的話 哲平只有拿到就是 一開始的基礎任務啦 因為精英任務的話 基本上就是我這邊的紅白遊戲幣啊 解不完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這個遊戲幣到底去哪裡 我已經把全部基本上都看完畢了 所以這個的話應該沒辦法 那這個頭像蠻帥氣的 他就會給你一個專屬的編號 你就可以在右邊這邊看到自己的編號 但其實哲平對於這個是還好的喔 所以我們就 盡可能還是跟大家分享一些東西喔 好 那這邊哲平在找幣的時候 發現你看這邊吹雪在這邊耶 超好笑的好不好 這邊吹雪 然後我已經把所有的幣啊 就是基本上都已經晃過一遍了 還有去其他外線室那邊都已經找到了 就是開始都沒有找到完整的這個24個幣 那24個幣如果沒有找完的話 好像就沒辦法玩那個 遊戲區裡面的那個PVP環節啊 所以就蠻可惜的喔 不過目前來說的話呢 這邊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這邊的這個英雄角色啊 其實昨天在打那個就是 我們這邊的這個疫苗人的時候 後來的私底下哲平有去看一下 每個角色的一些能力 其實這遊戲做的真的 再更精緻一點點 很細緻啦 就比如說像 因素索尼克的話呢 他這邊技能的話 你都可以進來看一下就是他會告訴你 就是 到底要怎麼玩他這樣的感覺喔 那他要告訴你有沒有 使用精確閃避後可以進行特殊攻擊 並累積這個速度值然後 速度值可以更快的進行攻擊 非常強大的這個技能 所以基本上他是有一招接招跟一些連招的 然後 有觀眾在下面留言跟你們講說 就是這遊戲可能到後面打副本的時候 大家都會變成遠工具的什麼東西 但是其實我說真的不一定喔 因為 他的這個遊戲是有一些機制的 比如說就是他的那個 闖關的這個星級的這個條件啊 你是必須用近身攻擊或是幹嘛之類的 所以 感覺就還是蠻需要就是 各種的一些閃避的這個技術啦 而且其實我覺得就是 你如果用索尼克玩的話 其實會非常非常帶感喔 就是你這樣尻起來的話其實還蠻帥的喔 那裡面的話基本上他就是要用閃避 然後閃避完之後他可以累積他的速度值 然後就可以開到我們這邊的這個 瞬殺啊 跟我們這邊的逆靈斬 還有我們這邊的真閃滑斬喔 那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今天就先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這隻SSR角色的這個 索尼克 音速索尼克 來打一下我們這個關卡給大家看一下喔 那最近的話 這幾 接下來的幾部影片的話 應該都會好好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 每一隻角色裡面的一些就是 就是小小的這個撇步 那基本上大家到時候玩的時候 其實在看就是角色介紹之後就可以知道了喔 好 那索尼克玩法的話基本上就是 你必須要去閃避 所以你要自己去抓一下那個閃避的感覺 然後閃避成功的話 你基本上就會累積你的速度值跟東西 然後你還可以就是 呃該怎麼說呢 就是可以直接順身到別人面前 看像是阿 啊沒有我這邊沒閃好 哇 劇了 那其實他的玩法的話大概就是要 不斷的一直累積他的這個速度值喔 而不是速度值就是 你這邊的這個量條要一直不斷的累積 不然其實 你會比較難去開你的招式 因為他主要來說就是要就是閃避之後 然後加這個速度的這種感覺 然後成功的話基本上你會有這個 身上會有這個粉紅色的東西 紫色的東西阿 然後 紫色的東西用上去之後對不對 你會可以就是那個 順身到別人身上 然後你會累積就是那個這個速度的量條 然後 速度量條累積起來之後的話 你就可以開你的R招式這樣子喔 但是就是 你自己要去抓那個閃避的感覺啦好不好 這個沒得交 因為向澤平的話基本上也不太會閃 但是他如果弄好的話 其實閃避之後他開一些招式的話 確實好像會蠻強的喔 然後這個疫苗人阿 有一個東西最麻煩了 就是這個閃電 還有一個就是要達成的條陣就是 這個閃電如果你那個 能夠閃過去的話或幹嘛之類的話 你就可以就是那個 就可以就是拿到我們那個成就啦 所以那個成就的話其實說真的 某種程度來說算是頂難拿的 但是就看大家 喜不喜歡那個就是成好 哇他給的時間也是真的很少喔 才給個幾天而已 看我們速度值滿了之後對不對 我們就可以開 更多的這個R招式之類的有沒有看到 我們就可以狂打 然後超帥 這就是音速索尼克 所以每一隻角色的這個英雄 他不單單只是做出來 然後只是隨隨便便給你 就是哈個技能過去 然後技能不一樣而已 他有自己專屬的一些接技喔 有自己專屬的一些接技 真的還蠻帥的 所以索尼克的話基本上就是 你只要讓他的這個音速值 累積到滿之後啊 你就可以開這個R的這個招式 然後我覺得目前來說 整體來說就是打起來的話 應該是索尼克最適合就是 解那個什麼 你看有沒有這樣就是成功了 我這樣就是閃成功了 你看喔 那如果你想要就是 更好的去累積的話 你可以就是 故意去找疫苗人 然後去讓他 用他的攻擊 然後閃掉之後的話 你就可以那個 去做那個就是速度值的這個累加 但其實還算是滿難 滿難去抓到那種感覺的 因為看我現在基本上他如果 抬腳了一點點的時間 我就直接閃過去的話 好像也不算在那個就是我們那個 閃避值的裡面喔 然後你看喔 這邊的話就是這樣閃 有沒有 你閃 順閃成功之後 你就可以就是有那個 紫色的那個 氣 氣 留在你自己旁邊 你看像這張閃 我就可以過去斬他這樣子 然後可以利用這個 啊完了 沒有閃好 你可以利用這個光線過來的時候 然後去他旁邊 然後做一波閃避 有沒有 你就是 反正索尼克就是要一直閃一直閃 一直閃一直閃 然後你就可以就是 累積到這個招式這樣 然後你就可以開一些就是比較厲害的技能 像這招 這招真的很帥有沒有看到 他會一直這樣狂砍 那這遊戲基本上的話就是 到時候我覺得真的是還蠻有看頭的原因 就是因為 他每一隻角色都會設計 就是專屬的一些接技跟連技 像我們明天的話 我們可以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這邊的那個誰 我們這邊的這個 微笑男 就是 他連微笑男就是這種就是比較 比較低 就是低級 不是低級啊 就是 位級比較低的這個英雄 都有一些就是蠻帥的一些特效 你就可以知道就是其實他 這個遊戲的這個可玩度就會非常非常高 你就可以看到 蠻多一些英雄的喔 閃避 有沒有 這樣就可以快速的 拿到他的這個速度值 所以索尼克的話我覺得 應該會比較像是這個速度角 所以其實你看 這樣看起來的話 你也不 不會就是到最後就是像大家所說的就是 只玩就是遠攻去一角色 因為其實說真的他這邊的這個 每一隻角色都有他的這個 帥氣的一面 就是他們有自己專屬一些招式跟接技的方法 我就覺得真的很不錯 好 那我們這邊小心一點點 我們先累積一下那個 我們自己的那個閃避值 所以索尼克的話他的這個 自己的這個閃避的這些東西就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 他如果沒有閃避值或是速度值的話 他就沒辦法就是更順的一些打擊敵人 這樣感覺 好 爆開 然後記得在打的時候 一定要繼續一直持續的按這個 V攻擊喔 然後有人說就是因為 一般來說我們這種遊戲就是會開放一些 就是那個角色切換嘛 然後這款遊戲的話是沒有 然後大家就說就是這樣好像不太好 但是我目前來說因為 我之前在玩這個模式的時候 我也沒有太仔細去研究就是 每一隻角色的這個技能 但是我覺得 他每一隻角色的技能都做的就是 接技這些都做的非常非常的細緻啦 所以 其實我覺得就是 不用去接換什麼 就是 元素戰技或什麼之類的 好像也都好 因為 你光操控一隻好像就 已經 蠻辛苦的 你知道嗎 好 接一下大招給大家看一下 那索尼克的話基本上重點就是 你要去抓一下那個BOSS的那個就是 招式的這個彈道路線 然後你要去閃避 其實他 抓的範圍好像要再更細緻一點點 雖然也沒有到就是非常極致的判斷啦 但是你是必須就是 要去掌握好一下那個的 就是沒有這麼好就是讓你直接就是那個 成功就是閃避 畢竟他那個 他那個招式很強耶 他那個招式就是 就是用下去之後的話你就可以直接 直接順身然後還直接閃掉一個東西 而且多打一點就是超高的這個輸出這樣 喔他這個光線真的是很機車 我每次好像都這樣然後我就要爆開了 夭壽 剩一點點 你看像我剛剛那樣的話 我就沒有閃好 所以其實你就會蠻害怕就是那個被打死 你看我現在血量剩多少 我剩下 超級一命命耶 剩下超級一命命 但是我這次好像也沒有達成就是他所要的任務 那這就是我們的因素索尼克啦好不好 注意他的話基本上就是 閃避是關鍵 然後閃避成功的話你就會有一招那個 你的身上就會冒那個紫光 然後紫光冒出來的話 你就可以就是 順到別人旁邊然後直接 開砍 然後累積滿就是所有這個速度值之後啊 我們是可以就是那個 開就是R技能 然後R技能的話就是先在原地轉圈圈之後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比較帥的一個 順殺的那種感覺有沒有 真的很帥 然後那麼 50秒內成功施放5次 金閃 金閃反擊 就是剛剛那個東西要施放5次 才會拿到這邊的這個成就 所以其實這一次的話 基本上封測我覺得 我算是趕不到時間啦 因為 我那個時候就跟大家介紹很多東西 然後沒有辦法拿完獎章 我最初也只能把一般的這個 基礎的這個活動給他趕完好不好 但其實這邊有這個 就是紀念一下就ok了 但如果後面三個又是封測的東西的話 那到時候這邊應該就會 想辦法看一下要怎麼拿了吧 就是看一下能不能拿好 因為他這邊會送這個 500英雄幣 可是英雄幣好像 應該就只是普通東西啊 所以主要就是有這個 帶有唯一編號的搶先測試版的絕版頭像 那如果之後這三個還有再 繼續測試的東西的話 我們那個時候 我應該就會好好拿了吧 因為這一次說真的 1月6號到1月9號這段時間真的是 比較短一點點 而且我沒有想到就是 其實好像還蠻難拿的這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我們這邊的這個 的因素索尼克啦 我覺得每一隻英雄都有他自己的一些 專屬的一些接技方法 我覺得還算是 蠻帥的 可玩性蠻高的 大家到時候可以期待一下就是 其他的一些英雄啊 或是我們的一些那個 欸... 怪人喔 到底會是玩到怎麼樣的一個 局面這樣的感覺了好不好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介紹到這邊啦 我是屬品 再見囉 大家 掰掰囉 增加下面